最近在深圳福田区出没着一个用烟头烫人趁机爬窃的犯罪团伙 当地警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 终于将几名嫌疑人一举抓获 从警方提供的监控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这个身穿白色衬衫的男士被三个男子尾随 三个人分工明确 当中一名嫌疑人先用手中点着的烟头故意将侍主烫伤 并借此转移侍主的注意力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名嫌疑人立刻用镊子开始爬窃 后面还有一名嫌疑人假装打电话忘风 从上个月开始 警方陆续接到多起类似的报案 警方通过调看监控录像发现 这一作案团伙经常活跃在深圳社区的爱华路 南远路以及深南大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密切监视和取证 掌握了犯罪团伙的作案特征和主要人员 我们就采取一个伏击 那个嫌疑人在十点多钟的时候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采取了一个跟踪 在那个合适的地点将其抓获 在警方的密切监控下 几名犯罪嫌疑人最终落网 民警从嫌疑人身上脚或手机遛布 以及作案工具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